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暮色奇遇记第92集 第三次闯荡巫妖塔 除了拿到这个僵身权杖有点用以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不过这只巫妖还是挺给我面子的 至少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 把这巫妖战利品挂到墙上去留个纪念 不错不错 又多了一个可以吹牛的资本了 以后可以跟我的子孙后代们讲讲阿阳三打巫妖王的故事了 我要静静等一下 先别走啊 我问你个事 诶 怎么了 想请我吃饭 不是 诶 你的头盔呢 怎么不戴了 你以为我喜欢戴啊 你玩意儿那么丑 我是没办法 要不是打架 我才不乐意戴那个东西到处晃来晃去的呢 喂喂喂喂 你干嘛 你吓死我了 你之前还不是想拿着电试试能不能打过他的吗 现在怎么怂了 不是 没打过嘛 没打过当然怂了 诶 其实我就想问你 这个权杖怎么修复 这耐久都也太少了 每次就只能召唤九个将士 你以后不吓我了我就告诉你 不然等你修好了 天天没事在我床头放一个僵尸 不得把我下出心脏病来啊 行 我答应你 我记得用力量药水和腐肉就能修复它 这么简单吗 我去看看我仓库里面有没有力量药水 哦 没有力量药水 那只能自己做个炼药台了 用一个烈焰棒和三块原石做一个酿造台 就把它放在这里吧 不过我现在没有地域油 没有办法制作药水 暂时还修复不了它 小僵尸的持人时间到了 马上就要狗带了 虽然僵尸权杖也挺厉害的 但限制条件太多了 感觉并没有吸取权杖好用 不过还是能算数一数二的神器了 阿杨 按原计划现在是不是该去大型矿洞了 对啊 我还想要那个月光如丑女王呢 我去把梦影箱拿了 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没问题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再做几个火把备用 你看 这就是没有月光如丑女王的麻烦 看一下地图啊 往哪里走就有个大型矿洞 那就往那走吧 诶 静静 等一等 你看旁边那个建筑是什么 你说这两个拱门吗 对啊 我看到不少这样的建筑 但是一直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我看看啊 诶 静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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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 怎么下面有个传送门 静静掉进去了 这声音是 不好 有爆炸 静静 静静 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传送门被一起炸毁了 静静 静静被传送到哪儿去了啊 怎么一个大火人突然间就不见了 不行 我要下去看看情况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静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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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静静静 感谢观看